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明显跟马政府 原意的立场不同 原意有哪些呢 其实我们在讨论 这个核电厂的厨艺 或是研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来讲讲 为什么其实按照国际的惯例 核电厂大概运转了40年之后 它就会毕业了 就是厨艺不再工作了 为什么我们会又有一个 研绎这个选项出来呢 那是因为台湾从1999年 开始盖所谓的核四厂 那个时候其实就做了一个规划 就是核一厂 核二厂 核三厂 它基本上会陆续厨艺 除了之后我们就让它毕业 我们再换一个新的核电厂来上来 就是所谓的核四厂 可是因为核四盖了大概 从1999年盖到现在 大概15 16年 中间经过停工 然后又重新复建 然后复建完之后又封存 所以到现在其实都一直 没有办法商转的 所以我们才会去考量说 万一之后这个供电缺口 真的补不上来怎么办呢 所以才会有核一二三厂 它大概研绎20年这个打算 但是这个研绎其实还是会有 很多的风险存在 其中一个风险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核电厂 核电厂它要运转 它必须用它那个燃料棒 燃料棒用完 它大概每18个月会抽换一次 抽换出来这些高辐射性的 这个燃料棒 它就是储存在现在这个电厂的 湿式储存厂里面 让它做一个处置 这个湿式储存厂 其实在核一厂跟核二厂 当年规划的时候 虽然核一二厂都可以运转40年 可是这个池子并没有设计到40年 它大概只能运转到30几年 因为当初大家都会想说 我运转到30几年之后 要么再来建这个湿式储存 湿式的储存厂 要么就是我们把现在这个 湿式储存厂里面 这些用过的核狼料棒 它半摔期到了一个阶段之后 我们把它挪到干湿储存厂 等于说它腾空它这个湿式储存槽之后 就可以做储存 但是因为这个干湿储存槽 核一厂它大概就是在去年 去年初就已经满了 所以它其实就需要这个干储 来处放这些装置 可是核一的干储 新的干储盖好了 到现在它的新北市政府 不愿意发水保证明 所以它其实等于说 它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去运转 它没有办法腾挪 它的空间已经用光了 核二厂虽然说去年底 已经通过了三弯 包括环平或是农委会 水保证明等等 但是因为争议太大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启用 它那个不能根本 还没有办法开始建设 所以其实我们说干湿储存厂 它比较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 去做营运 再回过头来说 我们朱立伦他能够 他希望说我们这个核一二厂 不仅仅是要除疫 他更是甚至希望说 要提早除疫 其实事实上 因为这个刚刚已经讨料说 这个失事储存槽 它已经满了 所以你核废料 再退出来之后 它也没有去处 对核一厂来说 他基本上就 形同是提早毕业 再来就是核一厂的一号机 他去年在税修之后 他那个燃料素把手 松脱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解决了 但是我们不让他运转 所以他等于已经提早毕业了 就根本就不太能去讨论 这些问题了 所以看得出来 就是除了储存的问题 是大家相当关注的 因为现在失事储存 现在是爆满的状态 但是干事储存厂又不能启用 所以核废料最终处置 也一直是台湾核电最大的争议 台电强调 9月份会提出 无人岛的选址研究报告 那么距离现在还有半年时间 目前有任何讨论地点吗 未来选举是不是要经过公众参与 可能又会碰上哪些变数呢 的确是这样子 就算我们是反核 我们希望说核一二厂 它提早除疫或是怎么样 毕竟我们这个核电厂 已经用了30多年了 它还是有相当的核废料 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是必须全民来面对的 所以无论我们现在是支持核电 或是不支持核电 这个核废的最终处置厂 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跟课题 从刚刚我们其实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讨论了很多的处理方式 包括运送到国外有人说 可能成本太高了 我们希望去能够在台湾 找一个无人岛来放 可是事实上其实经济部过去 也曾经找几个地方 像台东县的达仁乡 或是金门县的乌丘乡 但这个消息一曝光之后 就引起反核团体很大的反对 他觉得说我们这样子的核废 怎么可以外移到这些无人岛 这些地方可能看起来就比较偏僻 但他毕竟还是有居民在 所以他不能移开 这个选项看起来 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了 前一阵子还有人说 因为这个核电厂 他迟早要除役了 因为迟迟找不到地方 可能就是要放在核电厂 就是分成说核一二三厂 陆续除役之后 把核废料还是放在这个厂子里面 这个其实台电 他其实已经把他否认了 因为说对坦白说 这些核废料 他还是要集中处置会比较好 他不可能分三个地方来处置 他是增加他的一个管理负担 如果说又回到说 我们要找这个所谓的无人岛 按照台电厂现在规划 其实他现在是暂时存在厂区 他希望能够 接下来要找一个中继站 就是中期的处置场 最终最终才是一个 结果那个中的中期处置场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达仁 或是乌丘这样子的无人岛 可是毕竟我们还是 台湾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而且按照刚刚的法令也说 我们必须公投 像这两个地方 其实地方政府都是不愿意去举行公投的 只要地方政府不愿意配合举行公投 这个选项其实就是一个 没有办法去达成的一个选项 曾经 现在大家又说 我们要找一个无人 或是准无人岛的地方 来放一些暂时存放一下 台电也说他9月会提这个报告出来 大家都在猜 到底会什么地方 其实台电 就算我相信台电或是经济部 他现在绝对绝对不敢透半点口风出来 因为只要任何一个地方一曝光 就会有遭到很多很多的反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挚爱难行 我曾经也开玩笑的问一下 那个台电官说 我们会不会去放在太平岛 太平岛离台湾够远了吧 那看起来人也 根本也就是一个准无人岛 根本没有人住在那个地方 但是因为那个太平岛 它是一个岛礁地形 岛礁地形它并不是像 岩石的地层那么的稳定 所以它绝对不会是一个选项之一 所以看得出来最终的处置厂 到底有哪些恐怕要等到9月份 大家才能知道了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关于用电的部分 因为核四厂目前是封盘的状态 仍然有营业成本 那么费和团体主张 直接废止核四电力的供应 未来会不会出现缺口呢 那么台电有哪些评估依据 我们来讨论这个核四 到底费或是不费 会不会有电力缺口之前 我们可以先讨论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们的核四厂盖了十多年 花了多少钱 花了2838亿元 它现在我们用封存这个选项 放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转环的预理 就是说第一个它未来 如果三年之后我们办一个公投 由全民来决定说 我们这个核四厂能不能启用 至少不用在这个 紧急在现在这个阶段 就把它判它死刑 如果说我们像刚刚反核团体说 我们就立刻把它废止了 就完全不要再去有这个选项的话 第一个要面对的 其实是财务上的问题 台电因为过去油电动涨的关系 所以它曾经有高达2000多亿的亏损 即便这几年 因为那个燃料价格下降 所以它有一定的获利 它这个累积亏损 大概还有1700多亿 我们现在有2838这个假设性的资产 放在它的账上 如果我们立刻废止 它就会变成负债了 对台电来说它是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的台湾电力公司 可能就会瞬间倒闭 如果说我们又把它说 如果说我们要变特别预算的话 我大概算了一下 全台湾2300万的人民 每个人负担要1.2万元的成本 如果说会不会 供电到底会不会有缺口呢 其实我们可以去看 我们现在 因为按照台电的电力负载预测来说 大概5年之后 我们这个核如果核123厂逐渐除溢的话 我们的确是有个供电缺口存在 会有缺电的风险 是不是确定一定会缺电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因为这个电力负载预测 它是谁的时间会有变动的 包括说我们如果说全民结电 结得非常的用力 那是降低用电的需求 这也会降低我们的停电风险 又或者说这过去未来的5年 我们的新能源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我们可能再生能源发生 发明了很好的一个储存装置 除电设备 都可能让我们这个供电的供给增加 所以是不是会不会停电 其实现在却很难去做一个非常笃定的答案 所以看得出来核4呢 要存废 现在是保留了一个空间 弹性空间 未来交给全民决定 可能就会有一个答案出来了 那么马总统现在援引了日本 废核又重启的经验 主张导与国家的发电限制 还有台湾的核电发展方向 我们台湾目前的限制 难以达成非核加原的目标吗 还有加上再生能源发展 又碰上哪些瓶颈呢 其实从福岛311事件 到今天5周年以来 全世界这个废核的声浪不断 但是我们看一下日本 日本因为它不用全面停用核电 然后改用天然气进口 进口天然气来做发电之后 它曾经在2014年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 所以它现在又重启核电了 包括说欧洲另外一个除了德国 被家喻户晓知道说它要废核之外 另外还有一个废核的国家是瑞士 它的目标是2034年 它比我们的2025年还晚 要能够把它的核电厂全部就是关闭 但是这样子的决议上周在瑞士的议会 也被遭到保留 他们觉得说我们不要这么快 把这个时间点缩时 因为他们不觉得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其实从这些欧洲国家来看 如果我们说非核家营 真的完全能够弥补这个供电缺口吗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来说说台湾其实是一个供电的孤岛 因为台湾毕竟还是从海外进口天然气 如果全面用发电 就改用天然气发电的话 我们的天然气大概国内的储存的容量 大概7到14天 可是到了夏天台风季的时候 那个船可能都在海上航行 没有办法靠岗 这会变成我们一个供电很大的引游 而且如果我们孤足一值 其实电力是一个比较多元化 多元分散风险 像今天我们曾经非常非常大力的发展 所谓的再生能源 像今天这样子的阴天 我特别上了台电的网站看了一下 今天所有的太阳能的发电 基本上都是挂掉的 即便是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除了恒春还有澎湖 它的装置容量 跟它实际的发电量是相当以外 其他基本上它的效能 大概只有两成三成 占整体今天的发电量 也不过1%而已 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期待说 再生能源 毕竟它有很多它的天然天后的限制 我们目前看不到一个 很把握的一个数据说 它可以完全取代 所以这可能会是一个 未来供电上很大的风险 所以刚刚复兴特别提到了几个 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进口天然气 可能会受到气候的限制 影响到运送跟储存的容量 那么另外一个风力跟太阳能的部分 又得要看老天爷来决定 那么即将执政的民进党 现在是积极推动 2025年非核家园目标 同时还指出了目前台湾的两大能源结构问题 也就是能源依存度高达98% 那么偏重核能跟火力发电 那么国安籍的这样的隐忧 目前提出了哪些具体主张来推动非核家园 明天就是反核大游行的 今天其实民进党他提出了几项主张 这几项主张我们来听听看 第一个包括就是核一二三场要除疫 核四不商转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要严格监督核电厂 然后第三个是我们要找一个 我们核废料要做一个很好的最终处置 其实再来还有一点就是 核一二三场要把它做个具体的 除疫计划出来 其实我们看这四点诉求 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包括说我们刚刚其实找 核废料的最终处置厂 我们花了很多一番的功夫 但是其实在地方政府的时候 会遭到很多的反对 又或者说我们希望找那个 我们严格监督核电 其实现在的确是 非常公民力量是高度监督 像昨天核一厂的二号机 他因为那个供水 就是水量的问题 他就是跳机了 立刻所有的消息 立刻就公布给大家知道 让大家都来监督 其实做了这么多好像 我们就是今天民进党的主张 好像跟我们现在做的 其实都还蛮类似的 我们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 想要让他知道说 其实我们去年大概发电 核电发了350亿路电这个电 如果说未来我们要全面 非核家园的话 甚至于现在不仅仅非核 还有那个五媒家园 非核五媒一起来 剩下的电力缺口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具体的 具体的再生能源 再生电力来把它补足 我觉得只要能够让我们明确的知道说 这些消失的核能 我们可以用哪些绿能 而且能够确实的补上 我相信全民都会愿意支持 非核家园跟五媒家园 好 准总统蔡英文 已经提出了新能源政策的方向 其中包括有哪些未来能够补足 你刚刚提到 非核五媒家园这样子的能源缺口吗 其实刚刚就提到了 351度电它消失了 我们要把它怎么补充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再来就是蔡英文总统 她提到有一些 其实她有些政策真的蛮不错 譬如说她希望在台南 能够有一个绿能产业科技的园区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政策 就是她希望说把所有的 新创的绿能产业 能够集中在这一区来做发展 可是我们就是可能在 在评估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台南它毕竟是一个 太阳能发电 这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地区 但是再生能源 不仅仅是太阳能发电 包括说地勒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用地勒的话 台南毕竟没有温泉 温泉可能集中在像是 姚明山或是在宜兰 或是在台东这样子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在其他地方 也要有类似的一个 产业聚落园区 才可以帮助它有更完善的发展 另外一个就是说 蔡英文她也能够 也希望说我们现在做了很多 太阳能的发电板这些东西 我们未来能够整场整案的方式 输出到海外 其实这个其实是对我们创造出口 或是这种 拓销海外市场 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回过头来 我们还是必须说 我们是不是能够将这个 太阳能的发电功率 能够用到最好 然后能够有很好的储存设施 让这个太阳能发电电板 不会受到可能阴天 或什么样的阻碍 才能够真正让全民能够相信说 我们的再生能源是稳定可靠的 所以看得出来 能要达成非核 无煤 家园 很多再生能源 都还需要一些具体的计划 跟配套才能够达成这项目标 谢谢非常谢谢傅欣 新闻现场我们做这么详尽的解析 感谢你 谢谢 谢谢